我叫曹秀文 今年已经有64岁了 从事农民画45年 我们金山农民画的起源 就在1975年 因为上海来了一批大画家 像程世华 韩和平 汪归清 郑嘉生 吴同章 这些老师来到我们这个村章 是来参加体验活动的 然后我认识了他们 这些老师来了以后 把我们整个村章画画都带动起来 金山农民画我创作的题材 都是我来源生活 我想把自己的家乡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把它描写下来 比如说我劳动的场景 就是这里的风头人情 然后还有这里的来源花布和木雕艺术 然后还有卷子 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 我想有这个义务 有这个责任去宣传我们社会发展 新农村的发展 就会有这个义务